本视频由游戏机使用技术提供 20多年前 这首席帝国华集团 可以说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游戏主题歌 它不仅在玩家圈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更是火出圈外 响遍大街小巷 而樱花大战系列 也凭借这首名曲 成为了整整一代中国玩家心目中的神作 樱花大战系列诞生于SEGA的土星平台 初代于1996年发售 制作人广景王子 根据日本特有的保种歌剧和机器人文化 将恋爱模拟 战旗 视觉小说等众多元素结合起来 用三年的时间 打造出这款与众不同的美少女游戏 初代发售后 被媒体和玩家一致认为是划时代的杰作 续作 樱花大战2 望君珍重 于1998年文史 虽然同样大获好评 但是由于土星的生命力已经进入晚期 SEGA开始力推全新的主机DC 于是接下来的系列作品也不得不转战于DC平台 我们要回顾的正是DC上的系列第三作 樱花大战3 巴黎在燃烧吗 三代的发售日是2001年3月22日 这个时间点其实并不好 因为就在同年的1月31日 SEGA宣布于三月底终止DC硬件的制造及开发 并改组为纯第三方游戏开发商 这样早已确定发售日的樱花大战3十分尴尬 不过凭借系列积攒下来的人气 樱花大战3依然在中国玩家中有着极高的期待度 而本作对于UCG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它的发售时间是游戏机使用技术的第三时期 这一期正是UCG改为半月刊后的第一期 而当期的封面角色就是游戏的女主角 艾莉卡 方婷 樱花大战系列的副标题 多出自广景王子喜爱的女诗人与谢也精子笔下 但三代是个例外 它的副标题巴黎在燃烧马 出自同名二战历史报告文学 巴黎在燃烧马一书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科林斯 与法国巴黎竞赛记者拉皮埃尔合著 至于问出这句话的人也是大名鼎鼎 他就是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 历史上元首文出这句话的时间是1944年8月25日 也就是二战中的巴黎解放日 当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势如破竹 不甘心失败的希特勒决定让德军撤出巴黎 但临走前要放火将巴黎烧为一片白地 就在8月25日当天 元首反复向德军参谋总长约德尔询问 巴黎在燃烧吗 但当时在巴黎的德军最高统帅 冯萧尔铁慈将军因不愿做历史的罪人而拒绝了这个指令 才将这个文化与艺术之都保留了下来 樱花大战三的故事 早在二代制作期间便已确定下来 当时系列前两作已经有八位女主角 新作是继续讲述这一男八女的故事 还是另起炉灶 创造新的角色和舞台 这个问题曾让广景王子感到难以抉择 最终 他从日本作家森欧外的处女作《舞鸡》中得到了灵感 短篇小说《舞鸡》发表于1890年 曾被誉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故事讲述日本留学生太田风太郎 在德国留学期间 与一位叫爱丽丝的舞女相爱并同居 后来风太郎抛弃了爱丽丝回国当官 导致爱丽丝精神失常 自己也留下了精神创伤 广景王子据此将故事设定在巴黎 前两作的主人公大神伊朗 都在巴黎陷入短暂的恋情 只不过像爱丽丝这样的恋爱对象 大神伊朗在巴黎足足有五个 而且他在老家还有八个 三代故事发生于1926年的巴黎 由于频繁爆发的怪人事件 法国政府组建了巴黎华集团 并邀请在日本立下赫赫战功的 大神伊朗担任队长 巴黎华集团的战斗部队 同样名为花族 队中有五名成员 他们也是本作的可攻略对象 这五名队员的设定都极具魅力 爱丽卡方婷是一位天然呆修女 库里西奴布鲁梅尔 是爱用战俘的贵族千金 库库里克是来自越南的罗利 罗贝利亚卡尔里尼 是背叛监禁超过一千年的大恶人 唯一有着日本血统的北大路花火 还是个寡妇 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角色的魅力 游戏请来了日高法子 岛金亚子 锦上席九子等五位实力派生游 他们的精湛表演赢得了一致好评 为了避免前作粉丝产生不满 游戏中期帝国华集团的八位女主角 也会客串登场 制作组的求生欲可以说是相当强烈 本作的女一号 爱丽卡方婷 其声优是大名鼎鼎的日高法子 日高法子出生于1962年 她演绎过的经典角色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国内玩家最熟悉的 应该是动画《飞跃巅峰》中的高屋法子 当制作组向日高法子直接发出邀请时 由于她对《樱花大战》这个系列略有耳闻 知道是美少女开机器人打怪物的作品 便想到自己当年的得意之作 一时间不免心动 但当时的日高法子已经快40岁了 她担心自己再也无法发出高屋法子那样的大吼 制作组安慰她说 这个角色不需要大吼 于是她连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了下来 等到进组之后她才发现自己上了贼船 原来自己要配的艾莉卡并不是一个热血少女 而是一个连走路都会平地摔的天然呆 当然这样的角色对于经验丰富的她来说 也是得心应手 从后来的官方投票来看 艾莉卡的人气可以说是和真公四鹰不相上下 这与日高法子的精彩表现是分不开的 《英雄大战3》与前作时隔三年 加上平台从土星换为DC 游戏迎来了全方位的进化 虽然这次只有五名女主角 但每个人的剧情都丰富了不少 更别提前作的八名女主角也会在中期登场 华集团成员们驾驶的光舞 由名贵美加设计 各机体外形上的区别更加明显 很好地体现出了机师自身的特点 得益于技能的进化 三代的画质有了明显提升 播场中 2D动画与3DCG的结合更是令人难忘 战斗部分的机体和地图 全部采用多边形技术制作 让玩家能够自由调整视角 观察战况 玩法上 《英雄大战3》同样分为冒险和战斗 两大环节 考虑到这次主人公大神一郎来到了异国他乡 女主角们之外的NPC故事丰满了很多 一些NPC的故事还与部分女主角有冲突或关联 玩家可以自由地在巴黎街头探索 体验充满异国风情的日常生活 本作还首次加入了模拟量Lips J系统 在部分选项中 玩家要以推动摇杆的力度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个系统自诞生起便成为了系列的招牌 并被沿用至最新的新樱花大战 战斗方面 本作采用了名为Arms的系统 将过去类似战棋游戏的玩法改为使用一条Arms槽来自由分配行动 移动 攻击 防御都需要消耗该槽 当Arms槽用完后 该回合的行动结束 这个系统不仅被沿用至系列词后的作品 对于SEGA的其他游戏 如《战场女武神》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另外 作为队长的大神一郎 可以向队员下达全体指令 指令名字是当时还算时髦的风铃火山 不同的指令有不同的侧重方向 不过 由于山指令过于强大 直接导致本作的战斗平衡性崩盘 算是设计上的一个失误 《英画大战》系列除了剧情和战斗外 迷你游戏和隐藏要素同样很吸引人 三代相比前两作 在这两个方面也有着显著的进化 本作新增了队长职的设定 队长职由女主角和配角们的信赖度高低来决定 满足条件后 大神一郎可以获得黑发的贵公子称号 从而解锁最强的必杀技 震天动地 这是一个能攻击全体敌人的超强华丽技巧 由于震天动地最快要二周目才能解锁 也为玩家增加了继续游戏的动力 在附加的特定模式 巴黎优雅的一日中 可以玩到每一位女主角的专用迷你游戏 其中艾莉卡的迷你游戏是射击玩法 名字叫做修道符与机关枪 很明显是恶搞了水手符与机关枪 大神一郎也有自己的专用迷你游戏 玩法类似于怒之铁拳 只不过敢用3D多边形技术制作 甚至连名字都和日版怒之铁拳的原名差不多 被玩家们戏称为光武之铁拳 而这也是日后新樱花大战战斗系统的来源 至于系列一贯的花牌大战 在本作中变成了玩法更多的赌场 由于存在稳赚不赔的老虎机大法 解锁各种隐藏要素可谓是毫无难度 不过部分要素用到了DC独特的VMS记忆卡系统 玩家需要在VMS上与女主角们玩约会游戏 把好感度提升上去后才能解锁最终CG 虽然知名度不如席帝国华集团 但《英华大战3》的主题歌 在爱的旗帜下也是名曲 特别是配合这首歌出现的游戏片头动画 采用了当时日本动画中少见的CG技术 其水平之高超 制作之精良 在当时称得上是含有敌手 制作方Production IG凭此身价大增 关于本作的片头动画 在日本民间一直有着天价的传闻 据说其制作费高达3亿日元 甚至在2019年的新樱花大战发布会上 CG官方还拿这个数字出来说事 虽然这个传闻一直没能得到证实 但有个例子可以作为参考 2001年12月底上映的动画电影《樱花大战》 活动写真 采用了与之相同的技术 全篇长度为85分钟 制作费用是5亿日元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 三代片头耗费3亿日元的说法 可能是有些夸张 但天价两次肯定没错 《樱花大战3》发射后正好过去一年 《樱花大战4》恋爱把少女温室 这也宣告着大神一郎和13位少女的故事正式结束 2005年 系列正统续作《樱花大战5》再见无碍上市 主人公变成了大神一郎的外甥 大和新次郎 虽然该作从游戏情来说素质并不差 但在很多粉丝眼中 这个系列早已在三年前完结 完结在那条樱花盛开的公园小路上 时光飞逝 转眼间 14年光阴就这么过去了 2019年 系列最新作《新樱花大战》发售 这一作的故事发生时间变成了四代之后的十年 不仅男女主人公都换了人 就连人设都换成了以死神Bleach文明的九宝代人 本以为面目全非的《新樱花大战》并不会让我们找回感动 但当打开游戏中前五座角色们的明星照目录时 当年挑灯奋战的日日夜夜依然会涌上心头 这就像是我们翻出一本铺满尘埃的相册 或是点开一个久未查看的照片文件夹 看到很久以前的自己 好久不见的朋友 然后发出感叹 原来你们在这里 是的 那些我们曾经珍惜热爱过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它们只是存在于某个地方 静静地等候着我们去找到它 未经许症